作词 李宗盛 再没有遇见你以前的我 没想过爱情为何 你是否一夜一样 你已相逢来了 带我离开人潮 拥抱了蓝天空 如果你是温柔的风 就让我跟你一起遥游 手牵手 重新将风景看透 有一件月是风停了可以的话 我希望约定你在老地方再见 无论是冬雨 大雨或风和日丽 呼吸着同样空气 你是风一样 保持那最初心 依然喜欢看心 如果你是温柔的风 就让我成为你的风雨 每一天想起幸福的声音 莫兄今天状态不到位了 对啊 怎么 你跟他还没和好 平时在家的时候呢 就闭门谢客 在学校的时候呢 也只见个背影 平时连个影子都见不到 他那个样子 我是挺心疼他的 可是我也不觉得 我做错了什么 我也不想跟他道歉 只有道歉之一条路吗 你觉得呢 我不想道歉 我又没做错什么 是他误会了 没错啊 如果没有做错事 干嘛要道歉 感情本来就是靠双方的付出 只有一个人的坚持 能走到哪里 可是你说我要是不迎合他 我俩是不是就分手了 就没有最后了 那你是要感情还是要原则 我也挺想要感情的 可是如果你在大森林里啊 你要是一个猛兽 不坚持自己原则的话 那跟被一只分食的兔子 没什么区别 那很好啊 你选择了原则 你就可以活出自我 跟他是对等的关系 再也不是他的附属品了 所以说 这种原则 我是不是应该坚持到底 永远不可能妥协不让步 对不对 是吧 那我就坚持到底 你怎么了 你最近也在被感情烦恼吗 刚才还很烦恼的 现在想明白了 如果感情只靠心软还有妥协维持 到最后扭曲了自尊 还剩下什么 还是要活出男人的态度来带行 是吧 这果然分手以后 变化就大了 看来感情 真的是可以让人成长的 是吗 是吗 不是吗 你以前讲话的时候 可从来不会说 态度 男人的想法这样的词汇 你都会说 女人 理解 喜欢这样的词 怎么几天不见 你就换了一个频道呀 进入高清频道了 好 他喜欢我 他不喜欢我 他喜欢我 他不喜欢我 他喜欢我 怎么回事啊 再这样下去 不用您心情让我回老家 你教我自己都得坐火箭回车 好 喂 怎么了 我有点困扰 感情上都困扰 你可以说出来 我帮你分析分析 只叹气不说话 小心没糖吃啊 有那么一个人啊 经常 跟我一起吃好吃的 跟我一起玩耍 我一直以为 这是一种 正常的朋友关系 可是突然有一天我发现 他好像喜欢我 但是他还有女朋友啊 我都不知道 该怎么面对他了 喂 叶昀 你是不是觉得这样特别不好啊 我是不是 该去和他说清楚啊 我是不会当小三的 我觉得 既然没有结婚 那都还有选择的余地啊 那这说出来不会更尴尬吗 而且这如果是真的的话 你不知道我以后 怎么跟他一起玩耍 一起吃东西啊 我会被踢回老家去 我再也来不了了 你说的是 是 莫格丽还是 还是 就是莫格丽啊 我这天天跟他抬头低头摇头转头都见的 我真的不想破坏这种平衡关系 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算了 看来连你也解决不了 这种事就只能靠我自己了 你 我该再回事 在那里面 这一条路上 要继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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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回办公室 发现有人进来过 一份重要的资料不见了 你有见过什么吗 怎么了 你这么晚还在公司加班啊 我刚叫一林上来拿份文件 我看她太久没下来 就上来接她喽 走吧 她不吃你就想办法让她吃啊 我花钱雇你来是解决问题的 不是让你天天问我十万 可怎么办 我给你的工资 好像没拖这几票对吧 你现在告诉我 泪口奶都这么费劲 行行行 知道了 等我回去再说吧 这些人贪心怎么就没个信吗 喂 哑巴了 靠山怎么说 你一天到晚的丑 能不能休息一会儿啊 这脾气 这表情 你不会是让人一脚给踹了吧 胡说什么呢 那他有办法给你扶持吗 你不是说你们合作一个什么项目吗 什么时候做 能挣钱吗 回头再说吧 好吗 什么是再说呀 再说的意思就是没钱了 那我是不是要抱着人家 站在马路口喝西北风啊 你刚才也听见了 阿姨又要加钱 哪儿来的钱呢 那我是不是要围个嘟嘟大阿姨去算了 你一天喊着没钱 你自己说 我给你的钱够请多少个阿姨的 你少买几个包不什么都有了吗 你让我少买包 你当初是怎么跟我说的 你是要把包包提到我挂不下 把衣服买到家里装不下 现在你让我少花钱 我年纪轻轻给你生孩子 就是这个待遇 你是人吗 你一天拿着我的钱 吃香的喝辣的 还救济你那些穷亲戚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对这个家没半点见书 生完孩子又不管 我让你少买几个包 钱交了你那命似的 我早知道现在 我当初见什么这个婚呢 你个废物 你有什么脸这么说 你当初是怎么和我骗我 跟你在一起的 你不想跟我结婚 我还要跟你离婚呢 行 花光我的钱 现在又想跟我离婚是吧 你 你打我 你打我 你还要跟我离婚呢 你个人渣胡子 我警告你 你再敢动手 你行不行 我也动手 你就是个疯婆子 说我够你了 人呢 其实呢 我一直很好奇一件事情 为什么我们两个谈恋爱 永远是我主动 你都不会主动的吗 而且也不邀请我偶尔去你家坐坐 简直了 简直什么 家里有什么好玩的 你不是乖宝宝吗 那乖宝宝就是每天下班 按时回家打卡呀 谁说的 对了 你家还有没有再招租啊 如果有的话 我搬过去跟你一起住吧 你怎么又偷袭 奇怪 你都不亲我 我主动亲你 怎么了 过分 讨厌 你怎么这么讨厌 痛不痛啊 还好还好 好 你前妻现在可以啊 跟小年轻抬紧恋爱来 脸上加恩在门都快溢出来了 你看够了没 怎么 现在看见你前妻过得这么好 心里不平好是不是 我现在总算知道 到底是谁出了问题 我就睁眼下捡了你这么个破烂货 赔钱货 退市股票 我警告你 不要再烦我 你去哪儿 我根本把你拿过来 你要郑便打那点 莫格丽 不叫我起床啊 我要去出滕 先走一步了 你别迟到 正是好吗 一点诚意都没有 不会对别人也这么体贴吧 既然这么体贴 那包括火箭送我去上学啊 喂 你好 你好 我是莫先生预约的转车司机 已经到小区门口了 您随时可以下楼 谢谢啊 好的好的 还真够体贴的 谢谢 好 这个是火腿加鸡蛋的 完全按照你的要求 还加了双层的支持 你快吃吧 这个还差不多 你喜欢吃的话 你就多吃一点 虽然你现在跟我道歉了 可这个程度最多 只能是跟我勉强说话 如果你一开始 就跟我道歉的话 说不定我期还能消得快一点 不也不就不会吵架了吗 我没有做错事情 我为什么要道歉啊 我说我为什么要道歉啊 你为什么跟我道歉 你 你这不是道歉事什么呀 你过来找我试好 又被我弄那三明治 那你这不是道歉事干吗 一码归一码 这疼女朋友的事绝对不能含糊 但是我没有做错事情 我是不会随意道歉的 你 你没有做错事情 你不道歉 你还这么理直气壮是吗 爱你 喜欢你 这个我承认 但是我没有做错事情 我不会道歉的 而且据我所知 道歉不能用在误会的事情上 那你现在想怎么样 我现在就想用 不道歉的方式 解决咱俩的战争 不道歉的方式 解决我们俩争端是吗 不可能 解决我们俩争端 只能是你先跟我道歉 而且你为什么要生气误会的事情呢 最近咱俩都不开心 这才是个大问题 难道你不想解决这个问题吗 我们俩现在对话陷入了死循环 你知道吗 你就真的特别想听一句 不走心的对不起吗 我知道有很多人 能随意地说一句对不起 因为这样的方式最简单省事 稀释宁人 但是你真的需要这么敷衍吗 我觉得我们俩现在就说得 完全是两个声音 根本不知道我想说的是什么 那现在还跟你在一起呢 对吗 你是觉得没什么 但作为女生 我心里肯定是不开心的 你现在只需要说一句 你错了告诉我以后 不会再这样就行了 发自肺腑地跟我道歉歉就行了 那你觉得 如果我们俩感情有裂痕 也没有关系对吗 我觉得咱俩 没有什么可说的 我没有做错事情 我不会道歉 咱俩感情什么事都没有 行 当我什么都没说 你记住了 以后我对别的男孩 也会像你对褚师这样 拿着我不要 我都走这么慢都不上来追我 什么意思嘛 明明是自己也犯错 自己不知道犯错已经在 作死边缘了 还把责任都拖在我身上 我没错吧 我不道歉 这又谁交给她的 难道我们的爱情跟这个草莓一样 都是有保质器的吗 不要不停 我别怕 去吧 你哪有 去吧 你不去吧 去吧 加油 我变成了 现在它来 变成了 去吧 你不太多 你好吗 这个模型是哈利森和克拉斯在一九七八年提出的 两者认为假定不运气满通 那么是由某项资产的投资者 可以从这个投资产者获得两种价格的评测 我们必须对这个模型的本质有所了解 神经病 谢谢阿姨 你好 一个打包的南瓜粥 谢谢 李余航是吧 刚才有人让我交给你的 我 什么东西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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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差多少 我去跟组织申请一下吧 经费经常这样不够吗 有时候了 不过 不用担心 不是什么大事 啊 那我先走了 你不要再骚扰我了 我再看见你的策划案 我要报警了 不 不好意思啊 如果打扰到你的生活 我感到非常抱歉 但是如果你非要报警的话 我也可以在童谣局里 再给你看一看 我上次说的你还不明白吗 你不要浪费力气 我不擅长在我不看好的事情上 浪费时间 不 那个 我明白我没有 完全明白 我觉得上次是我的问题 我没跟你说清楚 我觉得我们很像 你知道吗 都很顽强 很坚决 很顽固 那我呢 我在认定的事情上 我觉得还能成功 我肯定不会放弃 我觉得这件事情 还能再提升的话 我也不会退缩 不可理喻 不是 你 你 焦水 你 平行晚了 不好意思啊 没事 我有纸 我帮您擦啊 帮您擦 你 粮上了 你要不自己再擦擦 主持人 你还看一份 我这个策划案吗 真的 完美第一稿 绝对完美第一稿 看完以后也会逗留改变 回来 你做了那么多事 不就是想引起我的注意吗 那你成功了 恭喜 那 那是不是有什么奖励啊 你不是说你想要一个机会吗 是 那我给你 既然你的新平台是服装设计 那我要你亲自从头到尾 跑流程 给我做一件衣服 如果合适我的话 我就会考虑你的计划 可以啊 但是 不要告诉我 连流程你都不懂啊 不会不会 怎么可能呢 我知道你 你是想考验一下我的脚踏实地 没问题 做 做衣服完全没问题 我就是有点担心 我怕你今天答应我 万一你明天变卦了怎么办 要不要写合同 不用 不用 当然不会了 你只要说话算数的事 我就肯定能确定了 那 那就谢谢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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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什么人哪 什么 好 算你厉害 她的胸围 大概有这么大 臂围 这么粗 那其他的围我也不知道 我总不能每次拥抱他 再量出一个围度吧 那人家以为我是女流氓 好不好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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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方法不行 这怎么搞啊这 小胡 这策划案还没卖出去呢 干几废点把我给榨干了 放心 我得让你加倍地放回 我要碰到莫格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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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茄子 还有那个虾球 还有那个肚角 牛蛙 牛蛙给我来一份 红烧肉 红烧肉来一份 这个酱鸭腿看着不错 给我来一个 那个炒 炒卤笋也给我来一份 然后米饭给我要多一点啊 你个小姑娘要吃这么多啊 心情不好的时候 只能靠吃来续命了 再给我来两个包子 智云 莫兄 你俩干吗呢 来这儿吃饭啊 我们要去吃饭 吃饭 一起吧 走 一起去 走 吃啥呢 我也不知道吃什么 嗯 来搭桍 大家接照吧 人呢 干杯 干杯 敬我们全部脱单 这个 这个样子 好讨厌啊 本来就开心啊 对啊 难道你不开心吗 我现在只要一想到上班 能见到他 下班又能跟他约会 我就特别兴奋 以前并不觉得 人生里缺少了什么 但自从有了他之后 我觉得这才叫人生 才叫生活 我现在只要一睁开眼睛 就觉得 今天一整天 肯定都有期待的事会发生 换做是你你不开心啊 哦 开心 开心 不好意思啊 稍等一下 他就是来炫耀 完全就是来炫耀 我女朋友 你们刚才说什么呢 我们说你人生找到了方向 你的女朋友还挺合适你的 对 果然成熟女生还是特别适合我 她总是知道我在想什么 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呢 她比我还安静 我想嗨的时候呢 比我还嗨 不信你问紫月 她肯定特别理解我的感受 女生每个月就是有那么几天 脾气不好的时候 但是平时的时候 还挺甜蜜的吧 那是因为你没有遇到作的 我还记得我大学的时候 有个室友她谈恋爱 就特别辛苦 那个女孩隔三差 我给她点颜色瞧瞧 我室友根本就没有错 她抓破头都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 知道吗 那女孩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有三百天才情绪日理 有时候你根本就没错 她还逼你跟她道歉 什么三更半夜 跑到高速公路上不回家了 什么跑到天台上往下跳了 哇 谈个恋爱这么辛苦 搞得跟车祸现场似的 嗯 我们就是在车祸现场认识 下午安 你晚饭准备吃什么呢 但这种举案其美的老人式恋爱 有时候好像有一点点无聊 不好意思 你刚才说话了吗 我说 只有早安 午安 晚安 感觉好像还是需要一些佐料 早安 午安 嗯 有人这样谈恋爱的吗 是 我跟你说啊 谈恋爱呢 是非常讲究新鲜蓝的 就像烤牛排一样 牛排如果烤得太嫩呢 鲜血淋漓吃起来太恶心 你烤得太老 又胃痛嚼辣 烤牛排就一定要 腌制的时间刚刚好 烤的时间刚刚好 才是最重要的 才是最重要的 就好比我跟白衣丁 特别到位 如果要我形容我们两个的关系 我只有两个字可以形容 就是 完 美 恶不恶心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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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任务完成了 接下来 我要去完成我自己的任务了 你说什么 你知道我跟这个家有仇的 做兄弟不要这样子 做兄弟呢 我也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就这样了 喂 喂 你怎么在这儿 没事儿 进去再烧吧 看 解释忘忧 谁呀 没带钥匙别回来了 谢谢 帮忙一下 这是怎么了 喝醉了 喝醉了 莫格丽 过来 躺下 躺下 怎么跟着这样啊你 不能喝酒还喝这么多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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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月兄 今天谢谢你 要把他送回来 没有 你看我这儿这么乱 这现在也没法招待你 太谢谢你了 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好 那 麻烦你了 你忙吧 是麻烦你了 谢谢 谢谢 不能喝还让你喝那么多 喝成这样了吧 傻了吧 还是泡巴比较有吸引力 还是泡巴比较有吸引力 疼律师 都在这儿了 谢谢 来 谢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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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除了工作以外 还有什么机会 才能见到他 怎么样才能见到他呢 他又不会自己 送上门来 我想饿水 慢点啊 下次不要再喝这么多了 知道吗 好好点待着啊 我有点冷 给你盖着呢 我还是有点冷 你睡吧 在这儿睡会儿啊 我要弄的东西了 听话 听话 我 我 哈喽 你以为你知道 我会原谅你了吗 去仔细这么一看吧 这皮肤还挺好啊 还挺有弹性啊 也没有痘 这估计是在长年 没有无缘的环境下长大 就是这样的结果 不过我告诉你 不能喝就别喝 下次再喝点湛 这样我就 我就 我就拿线 把你嘴给封上 我还是很冷灵心 我跟你说 虽然我们吵架归吵架 但你早餐可别忘了吃了 我讨厌 我能跟你说了 又浪费了五分钟 我讨厌 盖好了 不许动了啊 很轻碎 老师 这里不能睡觉 你来了 请看 这是我最近设计的 南瓜陸旗装 虽然呢 肚子露出来了 衣服有点短 但是是非常好看的 而且像你 这么美的腹肌露出来一定好看 你觉得我能穿 当然了 你身材这么好 别看这个小 但是我可是严格按照你的身材比例做的哦 如果你不信的话 你可以拿尺子量一量 完全就是你的比例 只是缩小了而已 算了 我说实话吧 其实就是材料太少了 结果越改越小 越改越小 越改越小就成这样了 但是我觉得他那个袖口啊 他其实不是很娘 男生穿上的都很好看 还有胸前的拼接 都是我自己设计的 独创的 怎么样 这是你自己做的 废话 除了我还能有谁啊 到底怎么样嘛 你给个通话话行不行啊 那策划案呢 我现在不能给你 因为坐立晚上策划案 我还有很多地方要修改 还不能给 晚上十二点前 发我邮箱 是 金主妈妈 谢谢金主妈妈 金主妈妈做好啊 十八点四十分站在马路对面 十八点四十分站在马路对面 你 灰色的带帽大衣 尝到膝盖下面 你走到了我面前 哦 哦 低着头眯着眼 太阳躲在后面 笑着不厌 微凉的方 好无微妙的夜 微醺的街 好无微笑的夜 微微的牵起手 看我的脸 不直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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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点四十分站在马路对面 嗯 灰色的带帽大衣 尝到膝盖下面 你走到了我面前 抵着头眯着眼 太阳躲在后面 笑着不厌 姐姐姐 微亮的风 好无微妙的夜 微醺的街 好无微笑的眼 微微的穿过头 看你的脸 不自觉 微暖的笑好 微亮的人 微弱的灯好 微笑的脸 微微的牵起手 看我的脸 不直觉